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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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员 到 看看 还有没有酒 是 我不需要你们的治疗 告诉我 告诉我你的名字 抗尔游击队 第四支队支队长冯超 迅速打扫战场 十分钟后撤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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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 醒了 坐坐坐 坐坐坐 会素咋样 好多了 那就好 四爷 我这是昏迷了多久啊 那你可睡了有时候了 看看我是谁 土爷 没你姓 丙哥 锤呢 行 昏迷这么长时间没啥 我那只是昏迷 我啥都记得 好 昏迷 猴子 四爷们对不住你 到现在 也没杀了杨东良那王八蛋 给死去的那些兄弟 还有你报仇 四爷 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这杀杨东良 跟跟我报仇有什么关系啊 啥叫有什么关系啊 要不是杨东良那王八蛋 打死了咱们那么多兄弟 把你打伤了 你能睡这么长时间吗 不对 那打我的不是杨东良 是两个大兵 大兵 国军大兵 不对 又好像不是国军 反正就是两个大兵 哪儿来这么多兵啊 这家庭中 果然找这么多国民党兵 来当帮手 四爷 不是国民党兵 您忘了 上个月咱们去台湾城 不 国民党兵 挂的是秦南白日旗 他们挂的什么旗啊 那要这么看的话 我是真愿望杨东良那小子了 猴子 打死咱们兄弟 打伤你的 是他娘日本兵 日本兵 是日本兵 啥日本兵啊 你们怎么都穿成这样啊 不当土匪的 我们当保安团了 不当土匪了 啥保安团 保安团就是 龙哥 一句话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 你昏迷的这段日子 天下大乱了 是 四爷 现在你想咋办 在丫头庄的时候 兵也是咋对我的 你没看见吗 现在又让我知道 打死咱们兄弟 打伤猴子的 都是日本人 你说我想咋办 我知道你想咋办 你想跟日本人脱离关系 但是 如果跟日本人脱离关系 那就跟日本人结仇了 你得三思三思再三思啊 放心吧 找不到退路 我是不会带着你们走的 好 敬礼 宝宝 这次舞阳树村伏击日军 虽然你们四个没有参加战斗 但是成功地引开了 滨野和居小四的人 既解了衙头庄的围 又间接引来了泽田兴棋 这头工啊 得给你们 就是有点可惜 没亲眼看见打死泽田 可不 我也是 我 我也是 东梁 辣梅 德纲 小博善 咱们四支队奖罚分明 有功 必然有赏 我和林政委已经商量过了 给你们四个人 每人一次机会提要求 还能提要求 小夫人 你先来 我先来 我最后一个 你先来 你先来 快 对 我到最后 大家为东梁的高峰亮节 鼓掌 这有啥呀 那行 那我就先说 我也没啥要求 我就是觉得 咱们四支队的战士的 射击技术啊 还不够好 能不能成立一个狙击班 把我这点射击技术 传给大家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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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有此意 小白山 以后你就担任咱们四支队 狙击班的班长 如何 谢谢厨队长 厨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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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队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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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也说啥 我也不知道说啥 我不像小博山啊 他有一技之长 我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庄护人 要说要求呢 也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但别看我是东梁他叔啊 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 要说要求啊 就让我跟着东梁就行 这个要求啊 好满足 我还没想好呢 你先说 我先说 我 其实我也没啥特别的要求 支队长 你看咋招就咋招 也好 东梁 我们已经商议过了 就你这次的表现 加上之前在太阳城所做的一切 我们决定 任命你为侦察班的班长 班长 对啊 班长 怎么了 没啥 班 班长就班长 你是不是觉得班长的职务 有点低了 班长 班长不低啊 我 我以前在保安团的时候 我还干过一天副司令呢 真的呀 来 东梁 那能一样吗 别瞎说 东梁 你不要小看了 侦察班班长这个职务 在你之前 负责侦察这一块的 可是你哥和林政委他们 在各国军队中 这是特种兵种 真的假的 这么厉害 现在知道了 还嫌班长低不低了 没有没有 我从一开始 我就没嫌这个班长职务低 侦察班班长多好啊 拉米同志 就剩你了 想好提什么要求了吗 冯队长 我要是提了这要求 你们可别笑话我啊 说来听听 我想和东梁结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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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笑什么呀 要不是因为一些意外 还有赶上鬼子来了 我俩早就成亲了 好 好 好 没事 喝心酒 喝心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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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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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梁 拉梅 这事还真得跟你们说的说的 咱庄护人和八路君结婚 还真不一样 八路君在这方面 是有明文规定的 成亲还要啥明文规定啊 好了 这事等散会了 单独跟你俩说 好 啥二五八团啊 这二五八团是啥不对啊 东梁 你先坐下 让你哥跟你说说 什么是二五八团 董梁 坐 坐 别着急 二五八团啊 不是一个部队 是咱们八路君 星字军啊 对军官结婚的 一个明文规定 二五呢 就是要满足二十五周岁 八呢 有八年的军令或者党领 团呢 是指团以上的干部 不满足这三个条件 是不能结婚的 那你要这么一说 我就明白了 就是我跟辣梅这婚 结不了了呗 原则上是这样的 东梁 东梁 你干什么去啊 你这小子 东梁啊 有这样的反应我能理解 老杨 你跟他好好解释一下吧 放心吧 交给我了 东梁 我申请结婚了 东梁 你脑人疼我该疼死了 真的吗 假的 你冷静点脑人就不疼啊 我冷静不了 那不就是结婚吗 还得什么 向四支队申请 还有什么二五八团的规定 累不累呀 东梁 这是部队 部队就有部队的规矩 你懂不懂 这规矩它太欺负人了 什么二五八团呀 二五二五我够不上 今年我二十四 差一岁 这个八年呢 八年我也够不上 还什么 团级以上干部 才能申请结婚 我现在刚是个班长 那等我熬到团级干部的时候 我头发都白了 你知道 八路军 星子军 为什么有这条规矩吗 我不知道 因为咱们八路军 星子军的 连排级干部和普通战士 永远冲在第一线 随时有牺牲的可能性 你总不能让女同志 刚结婚就失去丈夫吧 正是出于这种人道主义考虑 才明文规定的 懂不懂你 这不合理 我接受不了 这是综合了各方面的情况 才制定的这条规矩 你一句接受不了 你就能违背得了啊 那行啊 那我就不加入四支队了 我继续回去弄 我那牙头庄出剑队 这不就完了吗 臭小子 你能不能给我冷静点 冷静不了 行行行 我怕你了 东凉 我跟你想想办法 证不证 你有啥办法 反正让你和辣梅结婚 不就完了吗 你管我想什么办法呢 哥 咱俩这可刚和好没多长时间啊 你可别骗我 这你要骗我的话 我翻脸可比翻书还快呢 行 行 我不骗你 但你小子要给我保证啊 别动不动给我提离开四支队 东凉 你现在可是四支队侦察班的班长 你给我拿起点班长的样子来好不好 别孩子气 阿翔啊 只要你能让我跟辣梅成亲 你说啥事事 没问题 这还差不多 我说你小子怎么就这点出息了 整天就想着娶媳妇这次了 不是啊 我跟他没 我们那么长时间有钱啊 我们呢 一 二 三 四 四 很好 再来一遍 鎖定目标 眼神要坚定 一 哈 二 哈 三 哈 四 哎呀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我们都睡不着 索性练练拼刺刀 关键的时候还能派上用场 厉害厉害厉害 杨队长 你怎么这么晚了 也还不回去休息啊 我 我找你们好队长有点事 都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不能明天说呀 你们说是吧 就是 啥事啊杨队长 我们也想听 我们也想听听 想一想吧 想一想吧 这事不能跟你们说 你们看 杨队长不好意思了 就是 杨队长 我求求你们几个了好不好 每次甭管我什么时候来 你们都得奚落我是不是 没有 没有 哪有呀 没有没有 我们不敢 好啊 行了 行了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你们早点休息 别拿杨队长开涮了 走啊 好嘞 加油 我们跟你们俩好好聊啊 好好睡觉 这么晚了 找我有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 出去走走 出去走走 好 好 为啥 我每天从起床睁眼 到我上床闭眼 就像这样的碗 我得喝五六碗 胡烂梅 我说你是真拿绿豆汤 给我解毒呢 还是想把我灌死 去你的 这不是郝姐姐说的吗 你至少要喝半个月才行 我现在已经好了 你没看我这两天 都没犯病吗 这是因为 你一直在喝绿豆汤啊 我不喝 不行 必须喝 必须喝 那行啊 那我把这绿豆汤喝了 你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我 你害不害臊啊 我害啥臊啊 胡烂梅 咱俩可是换过八字铁的呀 你说 要不是因为菊小丝 要不是因为日本人 咱俩是不是早就 那个啥啦 还有啊 这事也跟你有关系 你想啊 你要不是非要申请什么 八路君的新式婚礼 咱俩是不是早也就成夫妻了 早就入洞房了是不是 还我害不害臊 那好 你弄出二五八团了 对不起啊 我知道 这事怪我 我不怪你 你只要今天晚上留下来补偿户就行了 就知道你没眼好心眼啊你 咋没好心 这不是都实话吗 冬梁 你再忍忍 冬善哥不是说了要帮咱们忙的吗 我我喝旅到她吗 我喝旅到她了 你慢点儿 要不是土飞抢亲 腊梅和冬梁早就永远是夫妻了 这阵子 他俩出身入死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也算是相依为命了 这我都知道 可是 可是你刚答应跟我在一起 我申请书都写好了 你也符合二五八团的标准 就这么把名格让出去了 那咱俩先接 咱俩条件好 以后再申请 再说 你看东梁那巷子急的 好 都听你的 你这才叫高风亮节嘛 哎 我看你把那几个女兵训练得不错啊 现在啊 干杯 来吧 我要 大佐 你干吗 被误认了 那是什么事 大佐 那是 一 antes 把那首要带你的 我认为你 你和我认为你 你和我认为你 要认为你去死亡的覚悟吗 你和我认为你 在大佐上 我认为你 抗菌部隊に移動させられる事になるだろう もしそうなれば 今までの努力が全て水の泡だ 乃木稀輔のような 軍師になるという夢も叶わなくなる 太佐 事態はそこまで深刻じゃ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よ もうこの話はよせ 我已经在腹上扔了 你说的是楼德镇严谨队的队长吴令涛吗 是的 我叫王源 吴令涛是我的击败大哥 抗战爆发以后 严谨的就解散了 剩下六十多个步枪被我大哥藏了起来 鬼子占领楼德以后 我大哥被迫做了版队长 最近听说你们八路四支队 在跟太阳城的鬼子作战呀 我大哥本来想把那匹枪带过来给你们的 但是他一直被小鬼子队长林木给监视着 根本无法脱身 所以才派我过来的 副队长 这个无论他我认识 本性不坏 又但是 我觉得可以考虑啊 数遍入咱们四支队 可是 我大哥他根本无法脱身呀 那匹枪啊 还需要你们亲自继续 顺便给我大哥结尾 我们怎么和他接头 你们先到罗德镇 然后到山哥粮油店跟我牵接头 然后我再安排我大哥跟你们接头 好 你先回去 我们再商议一下 行 那你们好好考虑 我在罗德镇等你们 嗯 舌子 是 是 说说自己的想法 六十多感情啊 可是一批不小的物资啊 这个网友我没见过 但是吴灵头我认识 我觉得啊 咱们可以先派人啊过去看看 喂 腊梅他二姑家就在罗德 我以前去过几次 要不然让我去吧 董良 董良 为了安全起见 你带几个侦察班的战士 先去罗德镇打探一下 确定没有问题了 再跟吴灵头会面 不用带那么多人 人多反而眼砸 我就带着腊梅德纲 还有老鲁 我们几个去就行 我们在谈啊 跟鬼子斗争的时候 也有一定默契了 是吧 对 也好 注意安全 随经便 老鲁那咱走 走 等会一下 东良 你等一下 我有事跟你商量 老鲁 你先去准备 董良 你坐 知得着 你找我还有啥事 昨天的事 你还在敢跟我于怀吧 那我要说没有 你们肯定 也知道我是在骗你们 我们已经开会商议过了 同意你和腊梅结婚了 这么快就同意了 不是有那个啥啥 二五八团规定吗 严格的来说 你是不符合条件 但鉴于你们二人早有婚约 又刚刚加入四支队 最主要是有人 主动让出结婚名额给你们 谁给我们让的名额啊 是你哥 主动让出了他和郝文杰同志的结婚名额 啥 那 哥 你跟郝文杰的事 你咋不早告诉我们呢 我哪有时间告诉你啊 我跟文杰是认识很多年 但我前一年一直不是在东北打仗吗 关系也是刚确定没多久 不行不行不行 那于情于理我也不能要你的名额 那你是我大哥 你要结婚的话 也得是你先结我后结啊 我不要 东凉 我跟文杰的事 以后可以再申请 这个结婚是辣梅提出来的 现在有这个条件了 你说你不结合适吗 不是 那我也不能要你的名额呀 行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东凉 你哥和郝文杰同志结婚的名额 我还可以向上级申请 你哥条件好 上级肯定会同意的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谢谢哥 这回高兴了 辣梅 辣梅 东凉 怎么了 来来来 我跟你说啊 有个好事 啥事啊 支队已经同意咱俩结婚了 这都真的同意了 那当然是真的了 我能骗你吗 干啥呀 疼吗 那咋能不疼呢 我咋不相信呢 那 你 你不相信你掐你自己脸 你看疼不疼 疼 相信了吧 这么说是真的 那肯定是真的呀 可是咱俩不是不符合 那个二五八团的标准吗 东上哥他怎么做到的 那个 我大哥 把他跟郝文杰结婚的名额 让给咱了 东上哥跟郝姐姐要结婚的 那 那咱们怎么能用人家的名额呢 是 我刚听到的时候 我的反应跟你一样 我也说不行 可后来支队长说了 说让咱俩先结 然后他再给我大哥去重新申请一个名额 那怎么能行呢 行了 那个支队长说这事已经定了 你就别纠结了 而且支队长还说 等咱从楼德镇执行完任务回来以后 就给咱俩办婚礼 那 那咱们到时候可得多准备点喜酒啊 那是肯定的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们家地窖里啊 买着好几坛子老酒呢 等咱从楼德镇回来以后 我全把他们取出来 让他们喝喝够 来 行 咱中午之前 还得赶到楼德镇呢 我进去准备一下 等咱回来再说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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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台军 咋回事啊 还有事啊 是 台 台军 这给 这 没办事 台军 台军 咋回事 走 走 队长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还不交代 黄军可要给你们吃枪子了 郑队 你再加上出败老子 不得好死 要杀就杀 甭讲吓唬老板 吴灵涛 他真不是好歹 我告诉你 要是死也是你先死 台军 毕了他 毕了他 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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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吵我们 和我说 我什么都说 王阳 你能要来说啥呢 不能说 大哥 我不想死 我少又老傻又小 我不想死啊 你能这样背叛我是不是啊 不能说 我都没叫你狗命了 不能说 王阳 赶快交代你去了哪里 那批步枪藏在了何处 你快说呀 你快说呀 台军 我大哥吴灵涛 让我去找巴鲁四十队街逃了 找到了 找到了 在哪里 他们 他们在山里 和大哥吴灵涛 让巴鲁军 一起来把这架取走 你现在还能找到他们吗 他们 他们在打游击 找不到 八哥 那批步枪藏在了哪里 步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太军 你放了我 太军 你不要杀我们 放了我吧 他们要监禁 是 请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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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佐 老徳珍 中途 滋梁 鈴木隊長からお電話です 何の用だ 老徳神保安隊長五霊棟が八路死死隊と密通し 武器を提供しようとしたところ 鈴木隊長が逮捕 取調べの結果 間もなく八路が武器を取りに来る予定時刻だそうで 逮捕の協力を これは良い知らせだぞ タイヤンから老徳神まで距離は おおよそ百里強です イボシ タイヤンに残ってくれ 武藤 すぐ一処分隊を招集し 老徳神に向かう 重傷師にも伝えろ 何をボサッとしているんだ 大佐 八路に構うなと 中将の御命令です このことがもし知れてしまったら 一切の責任は俺が追う はい はい 大佐 三 Such 大佐 八百里 大佐 八 八 大佐 八 十三 四二 ついが治いたの 大佐 八 岳上に 越容易引起人怀疑 咱们先去山阁凉药店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discriminat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许殿下 是 武刀大长 奴隶的看法 每个人都会记得到 是 就是这儿了 来 进来 进来 你们不用担心 这里啊 十分的安全 现在满城都是鬼造 没什么地方是安全的 还是谨慎点好 对 这八路长官说得对 在里边呢 来吧 来 这儿 来 老闲 看看吧 什么事 让您敬 好 枪没问题 我坐 各位长官 我可以用马车 帮你们把这批枪运出楼道队 不过吴队长有吩咐 要让我亲自面交给 八路四支队的防支队长 让他写个收条盖个章 我这儿好有个收据 这怎么向做马呢 没那意思 没那意思 这是吴队长吩咐的 行 既然是吴队长吩咐的 那咱们就这么着 吴队长不是要跟我们一起走吗 我们就在这儿等他 也好 也好 这样的话你们先去小旅馆住下 等吴队长回来 我带他去找你们 好的 辛苦了 不辛苦 不辛苦 来 来 都喘啥 说话 四爷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你说咋办就咋办 我们都听你的 对 听你的 不是 以前你不老让我三思三思的吗 这回咋了 不让我撕了 你这不都撕完了吗 再说了 你决定的事情 我们谁敢说不行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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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开 尘封的记忆 你的身影渐渐清晰 硝烟弥漫那段岁月里 留下我们的骄傲 战火 映红了山河 难忘英雄 前赴后继 满墙热血 洒向战场 挥出不朽的化妆 兄弟一生不后悔 我们要在烈火中重生 请我赶枪 吹向傲角 是要将敌人全摧毁 为了足够江山泪 其路儿女流血不流泪 黎明到来 红旗飘扬 台山是我们的封碑